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是我自己本人非常期待錄的一個影片 那今天不是vlog 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這大概四五個月以來 非常認真努力用心收集的一些空瓶 就是我完全就是用完的東西 其實不收集還好 一收集才發現說 欸其實我的喜好還蠻明確的 就你看到很多都是可能用了兩罐三罐等等 今天影片呢是零廣告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在分享的時候也會跟大家講 就是欸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可能優點跟缺點在哪 因為雖然我用完了 但是我不一定覺得它就是超級好用嘛 你們懂嗎 不知道這支影片錄起來會多長 因為東西就是 嗯有一點多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好那首先第一個應該是大家比較會有共鳴的 那就是隱形眼鏡 我自己自從開始戴那個 有顏色的隱形眼鏡開始 我基本上有90%的機會都是戴O-Lens 那這個是我之前收到的公關品 是chew 我必須很老實的說 就是 距離我戴它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有點忘記那個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但 我沒有什麼壞的印象啦 所以我知道這個好像很多人喜歡 然後再來呢 我自己在O-Lens最常買 最常買的 就是VV Rings 那這個也是他們家就是最最 popular的一個系列 那我也很喜歡Skandy或是Spanish 然後我最近也喜歡激素帶餘的那個叫什麼 我會放在螢幕這邊 我現在眼睛帶的也是VV Ring的chocolate 讓你的眼睛看起來很有神 顏色也做得很自然很漂亮 而且戴起來是舒服的 再來我們來一點就是消耗品的部分 我都是用這個萬寧的卸妝棉片做卸妝的 那它其實沒有什麼 裡面還有一塊 剛好示範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塊棉 那我在講廢話嗎 我會用它純粹是因為它很便宜 然後很好買 那我用起來覺得就是沒有特別好或不好 所以我就也懶的是其他的 我就是不斷的在回購這個 我通常是用它來卸眼唇 之後我會再用卸妝油去卸我剩下的臉這樣子 等一下我已經用掉了 不知道大概四五盒這個卸妝 再來對我來說也是個消耗品的 就是這個睡覺的眼磨 我通常都會去Donkey買那種就是四盒一裝的 或者是有時候在Logon也會有特價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睡眠品質 就是非常參差的人 發現我睡得不太好的時候 我晚上就會戴著這個面罩睡覺這樣 再來呢是一個很Random的東西 那就是 地板清潔消毒抹布 我跟你說為什麼我會突然feature它呢 是因為我家的灰塵真的非常多 然後我很常過敏 所以我現在每兩天就會用那個消毒的這個抹布拖地板 然後呢 我後來發現就是它是一個比較大的品牌 然後比較貴嘛 我就有跑去那個Living Plaza買那種就是比較便宜的 後來發現真的有差 這個拖完之後感覺真的就乾淨很多耶 所以有時候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香氛跟蠟燭的人 就是陸陸續續燒的蠟燭也真的是不少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味道之一 我之前有提過它是Bath & Bodywork的Fireside 它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就是冬天然後在小木屋裡面燒爐火的那個感覺 那它的缺點是因為它是一個Limited Edition 所以每年都只有在年末的時候會出 所以如果你也比較喜歡這種木頭中性的味道的話 下次有看到可以入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味道 接下來兩個都是來自Jo Malone的蠟燭 一個是English Pear然後一個是Rose Blush 那他們家就不用我說了吧 就是味道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我覺得他們家的蠟燭好處是 它的那個味道會是那種就是淡淡的Lingering in the air的感覺 會讓整個室內瀰漫著一種淡淡的香味 但是又不會到太過強烈 像這樣BANG! 我很香這樣子 缺點的話就是價格上面可能稍微還是高了一點 就我會有一點捨不得燒它 but我還是燒完兩個 完整的 然後再來呢是兩個來自於Marg & Spencer的香氣 這個是他們去年聖誕節的時候寄給我的公關品 一個是擴香然後一個是 呃...蠟燭 它的味道是Mandarin Clove跟Cinnamon 其實我能夠用來解釋他們的單詞應該就是Festive啊 你們想要繼續聽香氣嗎 既然講蠟燭了我們下一個就來講香水 我覺得香水要用完我也是蠻佩服我自己的 呃...我有兩罐Biredo的香水 這個是Super Cedar 然後這個是Rose of No Man's Land 那Super Cedar這罐是我第一罐Biredo的香水 然後我那個時候真的是一見鍾情 我說What the hell 怎麼會有這麼香的味道 它的也是有這種煙燻木桶雪松的味道 跟那個Fireside給我的感覺非常像 所以這個那個真的熔燈我心目中第一名 但是呢我必須要說 我後來用這罐用完之後我又買了第二罐 我也有去他們其他店裡面聞過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這個味道 我第一次買的這一罐跟我第二次買那一罐 還有我之後聞的就是完全是不一樣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就是我感覺好像買了兩種不同的香水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它的味道這麼香 可是我買了第二罐的時候反而沒有那麼喜歡那一罐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就是品管上面出問題還是怎麼樣 因為一眼跟我一起去聞的時候他也有跟我說 欸為什麼這個跟我之前聞的那個味道不太一樣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是一個 mystery 就是這個味道其實真的是我心目中用過香水前三名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好像找不回那個味道了 但rose of no man's land這款呢 就真的就是香如其名 就真的是非常好聞的一個類似午夜玫瑰煙燻玫瑰的味道 它不是那種會讓你嗆到的玫瑰香精味 而是一種很舒服的加了一點點溫暖木頭的玫瑰味 我這樣講就是很難想像 我也這麼覺得 用完那個小罐的之後 我就入了一罐大罐的 這是我不久之前才買的 真的很香 不如下盆 love it 你知道我愛這個味道 愛到我發現我還有它的那個護手霜 那接下來這兩個大家應該也不陌生吧 它是那個chanel的粉紅色那罐的chance 那我買的都是它的 鋁...鋁...我差點要講鋁箔包 不是是鋁形狀 它本身是長這樣子的 它這樣拔出來就會是像水 它是一個比較少女 比較甜一點的味道 好跟香氛有關的最後一個 就是我的sleeping spray 那這個是來自six吧 是之前收到一個公關品 那因為我剛說過我就是睡覺的睡眠品質不好 所以晚上睡覺前會噴一下我的pillow mist 就說啊可以睡覺了 護膚品的話呢 我有兩罐的小黑瓶 這個是我最近半年把它終於終於用完的 那我對它的愛大家應該也都聽過很多次了 我是真的覺得它讓我的皮膚的狀態就是很穩定 然後並且隔天起來的時候會覺得 哇皮膚真的 哇感覺摸起來很滑 就那個顆粒感會減少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碰到什麼週年慶啊 有折扣啊 真的就衝了就去試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小黑瓶 接下來到makeup好了 我有兩個底妝 然後第一個也是我之前講過很多遍 Lancone的這個 Tint Idol Ultra Wear 我每次用它都會覺得自己那天的皮膚特別的好 那因為它是屬於比較持久的粉底 所以有一個小tips就是 你在上的時候不要整臉都點滿之後才推開 而是你點一個部位就馬上把那邊推開 不然的話它很容易就是直接sink in你的皮膚 然後變成你推開的時候會比較不均勻 我用的顏色是B001 這個也是常常缺貨的顏色 所以呢我用完之後 我馬上就前兩天去買了一罐新的 它一說有貨我就說 我買我買 因為我之前很喜歡它 所以我也有買過同樣個系列的cushion 這個cushion也蠻好用的 但application上面我還是更喜歡 然後用這個粉底 另外我也有買過他們家白色蓋子的那一款 但相較來說我覺得那一款的是比較保濕 可是整個持妝效果跟在臉上看起來那個皮膚好的那個假象 我覺得沒有這一罐表現的好 所以我自己用來用去還是回到 那下一個呢也是我很喜歡的 就如果你是乾肌的朋友 就像我是中性偏乾的話 這個是一個韓國的化妝師品牌 最近幾年其實非常的紅 它也出了就是一系列的彩妝 欸我這邊好像有一個 喔對 這個唇膏也是他們家的 我也很喜歡 這個cushion呢叫做 chongsammur 我買的色號是median 然後這個是我上次去韓國的時候 在olive young買的 那我自己呢用完之後是有點非常 哇 surprise到 如果你喜歡韓國那種看起來很飽滿很水潤的底妝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是有做到那個我想要的效果 但如果你不喜歡底妝上去是有點黏黏感覺的話 那它可能就不是太適合你 因為它就是走那種很保濕很水潤的底妝感路線這樣 其實我這一顆已經基本上用完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把那個替換妝丟到哪裡去了 我現在還在尋找它的路上 補充包 如果你有聽到的話趕快出來吧 我再找你 我再苦苦的找你 講到底妝我必須要講一個 最近就是我試了之後就真的不work的 那就是這個也是很紅的 cleo這一顆 cleo cover mesh glow cushion 我跟你說我真的試了三四次有吧 我有膚礦好的時候用過它 膚礦不好的時候也用過它 但是結論都是一樣 就是我臉看起來很可怕 就是整個看起來妝感很重 然後又卡粉 自己也會覺得好像戴了一層面具 就是又卡粉又斑駁 我也不知道問題出來哪裡 但是我真的嘗試了四五次之後 我發現可能真的不是很適合我 但我有聽到別人是很喜歡這一顆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是因人而異吧 但對我來說這個真的是一個no 好接下來幾個我很快的戴過 Benefit的眉筆 Excel的三合一眉筆 然後Kate的染眉膏還有1028的睫毛膏 除了Benefit我可能比較不會回購 因為有更好的alternative嘛 但這三個都是我已經回購了至少兩次到三次 不誇張的 尤其是這個Excel的三合一眉筆 真的很好用 中間這個Kate的染眉膏呢 是我用過至少可能四五個品牌吧 我自己覺得染眉效果最好 然後它定妝效果也最好 並且就是CP值很高的一個品牌 那最後這個1028呢也是我最近一年發現的新的愛 我之前是非常喜歡那個E2 他們家有一個黑色管子的 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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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l 但是呢因為他們退出香港了好像 所以我就是比較難買到 所以我後來就改用這個1028的睫毛膏 我跟你說 因為我的睫毛很細又很軟 所以基本上它平常就是 我夾完之後再用它就可以很好的hold住那個捲度 並且是讓它肉眼可見的就是 沾起來 你們懂嗎 它的一個小小缺點就是它比較容易乾 第一是你用完要馬上蓋回去 然後第二個呢是你在用的時候 一定要把多餘的那個膏給刮掉 不然好容易會就一下子clump在那邊 如果有在找新的Waterproof Mascara的話 很推薦這一支1028的 台灣的話很好買 然後香港的話我印象中在屈臣室是有的 我上次有在屈臣室不過貨 我們化完妝之後要幹嘛呢 是不是要卸妝 沒錯 我的眼唇卸妝液就是回購了至少十次以上的 就是這個Bephista的眼唇卸妝液 真的很好用 然後臉的話我除了用卸妝油 我現在用那個SHU Uemar的卸妝油 另外呢就是這個Bioderma的Micellar Water 這個也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我已經用到了兩三罐真的 非常的清爽非常的溫和 但是又可以很好的帶走那些髒污跟多餘的makeup 這個如果有在打折的話真的就直接囤起來 你有一兩瓶你放在身上真的很安心 再來呢我們就到洗臉 洗臉這邊我有兩個 一個是Hada Labo 被我們看用的扁扁的 這個去角質毛口緊緻結面乳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這個AHC的Essence Care Cleansing Foam Cleanser 它是去角質的洗面乳 但是我自己用下來沒有太多去角質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它清洗力是夠的 並且也夠溫和 即使它是去角質也不會讓臉整個洗完之後變得很緊繃這樣 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溫和 然後正常有做到清潔效果的一個洗面乳 那相較起來我更喜歡AHC的這個Essence Care 它的質地比Hada Labo那個更cream一點 你把它抹開之後它會變成一個很滑很buttery的foam 整個洗的體驗會覺得臉很舒服 然後洗完也會覺得臉特別的乾淨 它其實好像本來是一個就是買另外一個東西然後的贈品來的 但我用完之後我喜歡這個多過我當時買的那個東西 對啊 我這個是在韓國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香港可不可以買到 但如果你們最近有去旅遊的話 看到我覺得可以入的我非常喜歡這個洗面乳 頭髮的話我有這個Anilo的Rosy Night Shampoo 他們家還有另外一個護髮素我也很推薦 就是洗的時候你把它就是上在頭髮上面 然後你這樣子開始搓揉它的時候它就開始加熱 然後把那個護髮素就是吸進你的頭髮裡面 它的味道也不是那種很強烈的香精味 因為我真的很怕玫瑰香精的味道 這個系列我是真的還蠻喜歡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Orbe的這個body wash 哇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味道 它是什麼味道呢我現在 青草草本味當中帶有一點點柑橘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很快就把它用完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這個味道大家 我會配他們家我記得最有名的應該是Hair Care 但是我那次收到的產品裡面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個body wash 如果下次有看到打折的話 我應該會再去入一次 非常的舒服很清爽然後味道也很棒 差點忘記 然後頭髮的話我也用完了這個味的Hair Oil 它是我大學時候的愛牌 就我那時候很喜歡用他們家的那個Dry Shampoo 那這個的話我現在覺得就還是蠻好用的 但這個價錢我覺得可能可以找到其他的Alternative 這個品牌呢大家如果沒有試過的話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們家的產品是真的還不錯 最後sorry random一點的就是這個 蘭諾的芳香珠 這個是我洗衣服必備必備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你們可以感受到嗎 就我對香味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很需要東西都處在一個香香的狀態 這個我真的不誇張 我用了應該有10罐以上 味道的話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分別啦 但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味道的 那我其實想要很快的帶過一些我還沒有完全用完 但是我知道我會用完的東西 因為我下一次這個空瓶幾乎要再累積 可能大半年才會再有下一集吧 首先是這個Estée Lauder的Micro Essence 現在看可能剩不到三分之一吧 這個是我覺得用下來還蠻舒服的一個Essence Toner 我把它當成是Toner的概念 我通常都是在Skin Care的第一步會先上它 因為它吸收很快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皮膚就是把那個Essence吸進去的感覺 然後再來呢是我想要推薦的 我還沒有用完但是我想要推薦給大家的 是這個一個台灣的品牌叫做Wrinkles 對焦 它是一個Anti-Wrinkles Fabric Spray 它是什麼用呢 我跟你講它真的很神奇 如果你今天臨時出門發現 哇你的衣服有一點皺皺的耶 你這樣子噴上去然後這樣用力的這樣甩甩甩 然後呢你再用手稍微順一下那個衣服 那個折痕就會開始變淡甚至是不見 所以這個真的我覺得可以擺灌在家裡 或是擺在辦公室 就你知道你臨時發現 哇我的衣服怎麼這麼皺 噴一噴扯一扯順一順就不見了 然後最後一個呢是這個Eso的香水是Rosu 一開始我會喜歡這個味道 是因為你知道你每次在那個Eso買完東西 它不是會在那個布袋上面噴那個香水嗎 我就那時候覺得這個味道特別特別香 我特別喜歡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哇我好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我就問了那個店員 他就說喔是這個Rosu的味道 我那時候買了一罐給Witty做生日禮物 然後後來我隔天自己又回去再買了一罐 這個的話其實我有一點覺得 不是很適合噴在我的身上 反倒是我現在有點奢侈跟浪費 是我有的時候會把它拿來當作room spray 就是可能在天空那邊噴 噴兩下這樣子 然後整個房間就會充滿著Eso的感覺 如果下次要再買的話我應該不會買香水 但如果它沒有出像擴箱或者是room spray的話 立刻買 我把錢都掏出來買 以上呢就是我這一次的空瓶劑 我也真的很努力的累積了大概六個月左右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 謝謝你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粉絲